树有树性,花有花性,草有草性 比如说蜂蜜是冷性 比如说姜是热性 男人有男人的个性 女人有女人的个性 这是站在非究竟意的角度 暂时姑且承认说他各自有体性 原起假设的时空性里面这么说 究竟本体是无体性 真心才有体性 重量者至大自虚空也有名貌 虚空它没有像 没有形象 但是我们也知道说那叫做虚空 给它一个名词 虚空是名通达外微貌 何况清净妙净明心 信一切心而自无体 连维系的一朝一夜 一礼一节都有体性 何况我们的清净之性 这个妙用两次 妙净妙明 妙净明心 妙净心 妙明心 妙净之心 妙明之心 信一切心 体性所现的一切心 这信一切心就是体性所现出来的一切心 叫做信一切心 而自无体 那一些草木 山河大地都有体性 乃至西空都有名貌 为什么我们的清净自性没有体性呢 是不是啊 而自无体性 这是不可能的 何况是凡显意 清净者 也就是夏文 代妄所显之进经 体本无垢 由来清净故 妙净明心 妙至双冠净明 也妙净 妙明之心 之婆妄所出之真心 婆妄 婆妄就是分析出来 所以修行佛法 一定要自己知道 起心动念 你如果被妄念牵着走 就是没有修行 如果你觉察到 妄念已经在 拖着你的心性走了 不让他拖着走 也就是说 清净自信 不被贪生吃 所蒙蔽 把那个贪生吃嫉妒 无名烦恼 剖析出来 懂得放下他 剩下的是什么 剩下的就是真心 颇望所出之真心 出掌离染 约妙境 急躁含空 约妙明 性一切心者 性 就是体性 次性平等 能为一切法所依 不为一切法所变 下文四科 七大 四科就是 无音六路 十二处十八戒 七大 地 水 火 风 空 剑 事 一切诸法 皆依此心为体 而至无体 以何况两个字 相照应 正是反显 真心所限之物 善皆有体性 而能限之心 其反至无体 也 也就是 言真心 皆定有体 为如直持妄心 所以谜比真体 其正 离此觉知 真就是真心 哪里真心 可以离开这个觉知 更无所有乎 也就是 见闻皆知 显现你的真心 所以禅宗讲 六根门头 放光动地 就是这个道理 夫妇是 看你悟 还是不悟 第三 旷真心 有体性 二 再来卯是 显望式无体 一百五十五页 若如直令 分别皆观 所了之性 必为心者 此心 即应 离 诸一切 色相 为 处 诸臣事业 别有权性 我们先 看左边的 诸解 此福 先为暗定 所以说 如若之令 分别皆观 是什么意思呢 之 就是 固执 忘式 为心 令 就是令 也就是 不肯放舍 分别皆观 也就是 心的功能 对境 起念 叫做分别 但是本性 不是这样 本性 不必对境 自己也有分别 能力 要不然 怎么有分别的智慧呢 分别善 分别恶呢 所以分别不做 分别想 就是 真如自信 所以 对境 起念 这个念 是指 忘直 忘分别 动念的意思 所以你对境 起这个 执着分别的念 叫做分别 内守悠闲 内守悠闲 叫做绝观 内守悠闲 就是说 好 我对这个色相 畏处 不执着 我跑到山上里面 闭上眼睛 或者在 房间里面 没有学佛的人 闭上眼睛 或到山上里面 静一静 虽然说 色身相 未处 没有现前 可是 内心里面的分别心 维系的生命 妄直 妄分别 还是存在 叫做 内守悠闲 人人不是清净自信 内守悠闲 叫做结观 初心原立明觉 细心静注 叫做观 那么这两句的意思 只是 心的动念 所以初的念 叫做觉 细的念 叫做观 用这样来理解 所了知性者 也就是 所以能了知之性 正属于忘本 不是真心 必定要认他为真心者 此心 即应当 离成有体性 意思就是说 不管境界 现不现前 清净自信 不被影响 这一切 色相未处 六成 但己事中 身法二成 色在 诸臣之中 事业者 营业 之初 也事 事半之后 叫做业 也就是六成事业 如果真心 即应离切 诸臣 事业 别有完全体性 此乃 就礼而论 必当 如是 下来 就是一宴 回过头来 看经文 师父 再解释一遍 出学佛法的人 很难理解 到底他在讲什么 非常困难的 若如自令 分别结观 所了之性 必为心者 此心 即应离诸一切 色相未处 诸臣事业 别有全性 好 师父解释一下 如果你一定执着 不肯放下说 你在里面那颗 出息的分别结观 那个所了之的性 一定就是你的心 这个是指 就是你一般众生 所应用的 忘式心 你认为这个忘式心 一定是你的心 的话 其实 佛陀说 还有更深一层的心 是真心 是你没有发现 那么 好 你一定要执着 那个忘心 我姑且 不要戳破你 因为 忘心放下 真心就显现 所以在这个时刻 你如果指令 分别结观 所了之性 一定是你的心 我也不敢说 一定不对 因为 忘心放下 就是真心 所以你应该了解 佛陀告诉 你要提起真念说 此心 即应离诸 一切射相畏 这个真心 此心就是真心 这个真心 我们真正的心 是因离 就是 你就算 没有射相畏处 显现 它一样存在 也就是 射相畏处 只是引发你的意识心 意识心 是忘式 是无体性的 撒那生 撒那灭的执着 跟分别而已 不是我们的本性 我们的本性 无关于射相畏处 所以就是 赤心 这个真心 即应离诸一切 射相畏处 诸诚 诚 诚 旁边讲 六 有六诚 诸 六诚 四页 必有前性 另外 它是独立存在 必有前性 就是 这个独立的如来藏性 它是独立存在的 无关于尽 它是唯心限量的 意思就是说 我用几个例子 因为不好理解 我用几个例子 比如说 前面 放着一颗大钻石 明牌 诸位 看这里 清净自信 就像师父的左手 好 前面 一颗大钻石 明牌 偷摆在前面 这清净自信 怎么样 忘事显现 忘事显现 忘事是因为什么 忘事 忘事 这个意识形态的执着 是因为 境界 所引发的 所以 我们的意识就是 开始动贪念 得不到 动称念 动一次念 它就是用这一层 底下这一层 清净自信 没有用到 也不会用 知道吗 它因为全部 被意识心所盖住了 所以 这一层 这个 这个是真心 这个是忘心 我们现在用的 就是这一层 这个忘心 是因为什么 引起的 是因为境界 所引起的 提心动力 而这个忘事 有没有提性 没有 是不是 忘事 没有提性 是 钻石现前 明牌现前 贪 撑 吃 现前 境界没有 贪 撑 吃 不在现前 是借着境 显现的忘直 所以 这个忘是没有提性的 所以佛头说 修行就是要这层 剥落 就是放下 再放下 彻底放下 了物诸法必进空 它就是 放下 就叫做 打破 无名黑气筒 清净自信 就是这样子 好 所以 见性的人 眼睛也是这样看 心如如不动 耳朵也是这样 这样闻 闻一切声 心如如不动 是不是 修行就这样子 如果我们 不能理解 佛的心性 我告诉你 你修一辈子 修无量意见 你都不可能成就的 佛心是什么 你都不认识它 你怎么修行呢 所以很多人 把净土法门 跟禅宗 切开来 是很愚痴的 一个人不了解 心性 如何把佛号 可以念到一心不乱 这怎么可能呢 是不是 遇到境界就动念 遇到境界就动念 你以为你很会修行吗 错了 所以禅宗列为 没有开悟以前 一辈子都不可以离开 大善之士的 为什么 你没有见性 你哪里有办法呢 好 比如说 我们的小组研讨 十个人 十个人在小组研讨 你看怎么样 你看怎么样 研讨本来是好事 十个人 结果十个人 统统没有开悟 十个人 加起来统统没有开悟 站在那里面 讲了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讨论 没有错 互相鼓励 互相激励 但是到最后 究竟的时候 要讨论到究竟的时候 哇 为什么 不知道怎么说 这么对 大家都没开悟 来啊 继续讨论 十个四个 无名加无名加无名 加十个无名 还是什么 还是无名啊 是不是 所以 见性 大善之事 有多么的重要 是你的化身会命 一个根本 叫做根本上师 因此 修学佛道 如果找错了 有的帮忙 帮到忙 是不是 你们不可怜 你们有碰到正法 可怜的是那些 很想修行的人 旁边的人 很想帮你 结果 帮到忙 帮错忙 因为他也没有坚信 你本身是出学佛法的了 他乱讲 你也乱听 主委 帮忙不一定是好事的 有一个法师 说开车开得很快 开车开得很快 被警察拦截 这警察拦截 一拦截起来 他说 是和尚 是法师 警察就是说 警察是原住民的 他就说 那里面发生没有 你会选择